大家好,这里是和秋月一起学Office之PVT篇,这里是小美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工作总结,用色块轻松制作的最后一节 在本章的前三节,我们分别学习了三类不同工作总结的页面制作 包括封面、目录以及内容页 虽然看起来制作的手法都差不太多,都是运用了色块与线条元素 但实际上内容页与前面两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它在一套PPT里面是会重复使用的 如果一套PPT页面特别多,有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话 内容页就算全部采取复制粘贴,也是一个很烦人的工作 而且这种方法制作的页面,一旦老板说 今年的业绩不错,为了鼓励大家,我想了想PPT还是做成红色的吧 那你就得几十、上百页的去挨个修改颜色了 如何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呢? 这就是本杰克要教给大家的大招了 使用幻灯片模板,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看一下 新建幻灯片,点击菜单栏上的视图按钮 然后选择幻灯片模板,就可以进入模板视图 虽然这个视图看起来它的结构和普通视图没有太大区别 可是有一点不同,是大家都应该能够发现的 那就是我们明明才刚刚进入这个PPT 没有开始任何的制作工作 可是在左边已经有那么多制作好的页面了 可以看到,这些页面的版式结构各不相同 有的只有标题,有的有标题和内容 有的内容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关闭武板视图,退回到普通页面 其实我们不停的新建页面 但得到的都只有一种版式 标题和内容的版式 而且无论选择哪一页这种结构的页面 进入模板视图时,都会来到唯一的标题和内容的版式 可以看到,在上面有一个标注 由幻灯片2到5使用 只有选择封面时,进入模板窗口 才会直接进入到封面页的版式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模板中更改了某一版式的页面 比如在标题和内容页面的右上角 加上了一个秋叶老师的头像 那么所有使用这一版式的页面 都应该被加上秋叶老师的头像 让我们关闭模板视图,看看是不是这样 果然如此 2到5页使用了标题和内容版式的页面 右上角,都出现了秋叶老师的头像 听到这里你就该明白了 在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里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免每做一页都要复制粘贴 然后修改呢 没错,那就是把那些需要重复出现的元素 都放到模板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元素一旦放入模板 就没有办法在页面上被选中或者修改了 对啊,你普通电视观众 还想修改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不成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直接在模板中插入文字 在页面中也是无法修改的 比如左上角的这个标题就不能放入模板 否则下一页不讲这个内容了 想改一个不同的标题都不行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不能放入模板 像这一页PPT左上角的2020年度总结 因为一直不会改变 就可以放进去了 而左边下面的章节样式 虽然在不同的章节会有所不同 但对于同一个章节的内容来讲 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也可以放到模板中去 只需要制作一次 本章节的所有页面都可以套用了 了解完了前面所说的这些模板的原理 下面我们就来实际动手制作一套模板 首先将PPT页面切换为空白板式 然后进入模板式图 为什么要先切换到空白板式呢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折磨折磨 将空白模板底部的框体全部删除 虽然这些框体即便不删除 在普通页面上也不会出现 但放在这里总觉得有些爱手爱脚 所以干脆全部删掉 在这一页空白模板上 按照上一节的方式 制作出一页左右的板式来 如果你完成了上一节课的课程作业 也可以直接把做好的页面 左侧部分复制进来 右键点击左侧的板式页 选择复制板式 将这个板式复制一份 也可以使用快据键 Ctrl加D进行复制 调整文字的样式 修改为下一章节的板式 这个具体的方法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 灵活应用格式刷 就可以快速地完成这个任务 以此类推 完成四个不同章节的板式设计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每一页都不同的标题文字 难道就只能一页一页地复制粘贴了吗 并非如此 虽然具体的文字内容 不能在模板中制作 但是文字的位置和样式 比如字体字号 颜色 效果 是可以预先预设好的 关闭模板试图 在普通试图中 点击设计选项卡 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PPT主题 新建一页标题环灯片 然后选择这些主题中的 任何一个主题 你会发现 随着主题的切换 文字的字体样式 也都得到了自动套用 我们只需要点击标题 然后进行输入 框内原本的提示文字就会消失 转而变成我们输入的文字 而且它已经把字体套用好了 这个其实就是模板在起作用了 让我们撤销刚才的操作 因为我们最开始指定了板式页为空白页 页面上就自然没有标题框了 现在完成了页面的制作 我们只需要进入模板试图 勾选标题的复选框 看 标题框是不是又重新出现了呢 改变这个标题框的样式 将其设置为四元黑体BOLD 28号子 颜色为蓝色 调整它的位置 你还可以在标题框内写入提示语 例如这样 然后返回普通页面 重新加载版式 看 标题出现了 直接点击 提示语消失 输入标题文字 格式就自动套用好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诶 老师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过 不能在模板中输入文字 一旦输入文字 就不能改变了吗 怎么现在又可以了 嗯 听课要细心哦 不能在模板中输入文字 指的是不能在模板中 使用文本框的方式来输入文字 可是刚才我们是 新建文本框输入的文字吗 并不是的 我们是勾选选项中的标题复选框得到的标题框 这种标题框的学名叫站位符 除了标题框以外 还有内容框 图片框 图表框等等 除了标题和页角 可以直接在选项卡中勾选 其余类型的框体 都需要点击插入站位符号 打开下拉菜单 然后在下拉菜单中进行选取 这些站位符存在的意义 都是为了提升我们制作PPT的效率 以图片站位符为例 只要在模板中规划好站位符的位置以及大小 回到普通页面之后 重新加载版式 只需要点击站位符标志 弹出对话框 直接插入图片 这张图片已经摆放到了我们之前设计的位置 并且自动进行了裁剪 如果觉得裁剪不合适 还可以点击裁剪按钮 重新返回裁剪状态 进行调整和修改 有了站位符 统一页面图片尺寸什么的 就太方便了 在本节课的最后一段 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利用版式 快速完成整套PPT 虽然刚才我们在模板中 辛辛苦苦的制作了四种不同的版式 可是在普通页面下 还只有一页PPT呢 就算新建PPT页面 得到的仍然是一模一样的版式 到了切换章节的时候 怎么才能把之前制作好的版式 使用起来呢 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选中页面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版式按钮 选择制作的版式 即可完成版式的切换 比如把第二页切换为第二种版式 第三页切换成第三种版式 第四页切换为第四种版式 为了更加方便的使用这些版式 我们可以进入到模板式图 将不需要使用的其他版式 全部删除掉 然后右键重命名这些版式 关闭模板式图 回到普通页面 点击版式按钮 看 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照例总结一下 我们这些课都学到了什么知识呢 知识点一 合理利用模板和版式 可以极大的减少 PPT制作过程中的重复劳动 同时因为模板页面 和普通页面一对多的关系 也能很好的将PPT的整体风格 维持下去 知识点二 在模板的版式页面中添加元素 所有使用了该版式的页面 都会出现该元素 知识点三 模板中的元素 在普通页面中只能显示 不能选中和修改 因此 页面标题等会发生变化的文字 不能直接以文本框的方式 放入模板中 只能用文本站位幅的方式插入 知识点四 在套用制作好的模板时 如果要继续使用当前模板 直接回车新建页面即可 如果要指定新的版式 需要点击版式按钮 选择需要的版式进行指定 今天的作业来咯 第一 请你使用学到的知识 制作出不同样式的章节版式 第二 请你使用模板功能 以火爱家乡为主题 设计一套PPT 包括封面 目录 正纹 封底等成分 正纹可以划分为 家乡的美景 家乡的美食 等章节 当然你也可以自行构思 章节的组成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起跑线上就领先 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来吧 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